I would never leave if you wish me to stay No, I want you to stay I have nothing to give you to It doesn't matter My hands are empty They're not empty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爱情电影《小妇人》 这天,乔深任他说了一口气,推开报社的门 他谎称自己的朋友写了故事想要投稿 但紧张的神态和手上的墨痕 轻松将这位朋友的身份暴露 主编或许出于同情 或许认为朽木可雕 以微薄的薪酬买下了他那篇需要大幅度改动的小说 乔开心急了 他在人群中欢脱地笑着 一路奔回自己居住的公寓 他要赶紧为自己的小说起一个名字 毕炉的火烧着他的裙子 可是乔毫无感觉 正巧经过的弗雷德目睹了一切 赶紧让他轻灭火焰 可偏偏那火焰瞬间跃上心改 他为眼前这个特色的女孩着迷 弗雷德想要跟他交流更多 但是乔就要给孩子们上课 忙着赚钱补贴家用 他预测这样的生活 大概要坚持到三妹成功嫁给富豪之后 说起三妹 他现在跟姑姑生活在巴黎 异国他乡的优雅 轻松将他飞养成名门公子喜爱的淑女 而三妹也不负众望 赢得了当地富豪的喜爱 这天 三妹在马路上遇到了儿时的同伴老李 他们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三妹邀请他参加自己的舞会 恋恋不舍地道别 最后一遍一遍回头 看着那个独自远去的身影 他的落寞 与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另一边的乔 参加了一场话剧 结束后 所有人聚在大厅 开心地跳着舞 乔被邀请加入 他没有拒绝 因为他本就属于热闹 属于热情 乔与弗雷德搭档 在明快的歌声里 艳丽的火光中 跳着最美的舞 这让他不知不觉 回忆起多年前的某场舞会 那时 他看着美艳的大姐 如同蝴蝶一般在人群中摇曳 自己却因为烧坏了裙子 而躲进后厨 恰巧在这里 遇见了独身一人的老李 老李是镇上有名的贵族 后期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带着别的女子私奔了 留下他和爷爷一起生活 冷静的家庭 让他养成了那脸沉闷的性格 而眼前的女孩则不同 他的狂野像是一匹马 这些从他铿枪有力的声音 就能够知道 老李忍不住邀请乔 跳一支舞 不必在拥挤的人群中 有人来到屋外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他们自由地旋转欢腾 老李孤寂的心 正在蠢蠢欲动 就在这时 姐姐突然找过来 说自己的脚踝受伤了 老李深适地 提出送姐妹二人回去 乔的家非常热闹 他妈妈看起来也十分温和 还有一种神秘的安全感 火光中 有一双温柔的眼睛 投向了老李 那是乔的三妹 而老李此时已经被乔征服 只是那时候 乔的世界已经被写作填满 至今仍旧如此 突然 他的创作被一阵敲门声打破 有人在门前留下了 一摞沙士比亚的书 希望可以帮助乔 更准确地下笔 而送书的人 就是弗雷德 当乔陷入暧昧的春天时 另一边的老李 还没有度过思念的寒冬 他身边环绕着 音音艳艳 习惯了借酒消愁 却始终没有脱下过乔 送给他的戒指 虽然那只是玩伴之间的一个游戏 老李的放浪行骸 惹怒了哭哭等待的三妹 二人本是久别重逢 却在宴会上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另一边的乔 将自己的稿子给弗雷德审阅 但他没有等到想要的夸赞 弗雷德稀厉地指出 乔的故事毫无深度 这让自尊心大过天的乔 一时无法适应 他生气地结束约会 回到住所 这时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四妹的病情又恶化了 乔立刻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在紧绷而困倦的情绪中 缓缓睡去 又从回忆中缓缓醒来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圣诞节 父亲远在国外打仗 没有回家 姐姐唠叨着有钱可真好 而三妹则希望 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四妹只盼望和家人 永远生活在一起 就在此时 妈妈一脸愁容地回来了 她看着一桌佳肴 提议将这些食物送给村子里 养育着五个孩子的贫穷人家 这意味着 几个姐妹将拮据地度过 这个盛大的节日 但是他们没有拒绝 而是帮妈妈将食物 送到了穷人家中 这一幕 恰巧被守在窗户边上的牢里看到 等乔他们回到家 发现餐桌上 摆满了比之前还要丰盛的食物 没错 那是牢里做的 三妹的手 因为上课调皮 被老师打了手掌 她躲在雪地里哭泣 牢里将她寄进家门 乔一家人 接到消息后 急忙赶来 空旷而冷清的家 瞬间热闹起来 乔像是一把火焰 瞬间点亮牢里的眼睛 他见乔对书很感兴趣 于是紧张地对他说 你可以借走这里的任何书 这或许只是一个理由 可以让两人成为朋友 而大姐也在这里 结识了牢里的家教 此后 四人经常相约 一起去看电影 每当这时 三妹都会厚着脸皮 请求乔带自己一起去 但是 每次乔都会狠心拒绝 因为 这是处于他们四人的约会 三妹不甘心 偷偷将乔写好的小说烧掉 因为她知道 这是乔最珍视的东西 果然 回到家的乔 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手稿不见了 立刻与三妹扭打在一起 并发誓 永远不会原谅她 第二天 老李来找乔一起去滑冰 三妹与乔原谅的借口 一直跟着乔了 但是 她的滑冰技术并不好 一不小心 就将自己摔进了冰窟了 幸好 乔和老李没有走远 他们合力将三妹救上了岸 乔为了这件事 一直非常自责 如今 换四妹躺在病床上 病入膏肓 四妹是家中最小 也最受疼爱的孩子 她对钢琴 有着天然的忠诚和财富 还记得那时候 她经常去老李家中弹奏钢琴 优雅明快的琴音 总让老李爷爷 想起自己过世的女儿 后来 大概是日复一日的陪伴 和四妹的善良 让爷爷将钢琴送给了她 可残忍的是 当她以为就要拥有全世界时 病魔 正识着将她带离世界 原来 爸爸不久之前也病了 妈妈只能远去她国 照顾爸爸 乔为了凑够路费 把自己亲爱的头发卖掉了 四妹也想做点什么 于是 主动接下了照顾贫困人家的工作 因而不幸感染了红心病 重病来势汹汹 妹妹缠绵病塌 一天受过一天 乔一不接待地照顾妹妹 不停地虔诚祈祷 上天好像听到了她的心声 又好像是另有安排 在圣诞节再次来到的这一天 四妹居然重新焕发精神 渐渐康复起来 乔从睡梦中睁开了眼睛 她的身侧根本没有任何人 四妹这次真的走了 没有因为她远从千里之外回家 而试着留下 那天 他们一起去海边时 四妹说过 生命就像落潮一样无法挽留 乔一贯倔强 她想要强行留住美好 但每次都做不到 幸好 四妹临走时 听了她的小说 并鼓励她永远继续下去 乔站在坟墓前 久久不曾离去 到底是什么时候起 她已经失去了全部 或许是从大姐的婚礼那天 那天 她怎么也不愿戴上 写情的花环 送姐姐嫁为人妻 但是 姐姐爱上了老李家 那个一贫如血的交书匠 她愿意试着战胜自己 爱慕虚荣的心 和她组成一个家 乔在那一刻 已经明白 童年就这样 不声不响地结束了 富有的姑姑 要在剩下的女孩中 挑选一个带回巴黎 乔想跟去 因为那里是浪漫之都 她将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有名的作家 但是 姑姑最终选择带走三妹 在她看来 大姐加了个穷人 乔她像男孩 似没有疾病缠身 这个家里 只有三妹是聪明的 也只有她 能拯救这个家族 要知道 女人这一生 本就没有多少工作机会 如果想要出人头地 放上有钱人 才是硬道理 大姐嫁了 三妹走了 所有的欢笑都不见了 至于老李 乔知道 她的爱异常浓烈 但是 自己总也回应不了 与之相等的感情 她控制不了自己 她自己也很苦恼 既然一切成烟 不如一散到底 她俩果然最后 还是各奔东西了 乔再次被人唤醒 往事浮光略隐 眼睛渐渐清晰 是老李 再次出现在眼前 他们紧紧相拥 为了再次相见 也为了四妹的离去 更重要的是 老李告诉乔 她要跟三妹结婚了 出来也是人生如戏 本是同乡的伙伴 却要异地相恋 或许是年少时 自己爱的偏执 或许是搭乡 遇故人本就珍贵 总之 老李一转身 看见了哭哭等着的三妹 她曾为了乔的离开 浪荡不羁 却因三妹 重新找回本来模样 老李或许仍旧爱着乔 但是三妹对她来说 不一样 自己再次出现时 她就一刀割断了 到手的富贵 毅然拒绝富商的求婚 跟随自己回归故乡 这份情意 重到不可辜负 乔从重新相遇的 欢喜中醒来 这次 她是彻底醒来 纵然她没有挨她入骨 仍有如梦似幻的喜欢 不过 这样也好 乔走下楼 向久别归来的三妹道贺 她是真心的 无论如何 生命太短 她们姐妹之间 不能用恨度过余生 乔红着眼眶 独自走向旷野 她遇见了牢里的爷爷 爷爷正在为四妹的离去 伤怀不已 两人相互安慰着 却没有更好的办法 减轻痛苦 乔在这一刻 似乎明白了 弗雷德 为什么看不上自己的小说 她烧掉旧稿 重新铺制写作 日复一日 不知用了多久 才落下最后一笔 乔将她的故事 寄给了包摄主编 主编独火 回信依旧不嫌不淡 直到女人们都缠着 她追问后面的故事 主编才意识到 自己如此不识经相遇 乔这次被邀请 坐到了主编对面 她已经从金色惨特的女孩 锐变成气场强大的女王 拥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定义结局和标题的权利 甚至 她强硬地谈判了 自己的著作权 以及稿费问题 再也不是那个 拿着被一再压缩的稿费 还满眼欢喜的女孩 最终 主编妥协了 乔成功了 那后来的故事呢 后来 弗雷德从唐东那里 得到了乔的住址 千里迢迢追随而来 回归家庭的爸爸很喜欢她 姐姐妹妹也看得到乔眼中 流露着爱情的光 他们一起驾驶马车 追到正下着雨的车站 乔请求弗雷德留下来 弗雷德却说 他什么都没有 乔摇着头回答 只要有一双手就够了 很多人不懂 乔为什么不选择 更为优秀多金的劳理 其实 我始终相信 乔是深爱劳理的 只是这份爱 只能等你长大后 才明白 他为何无力开花结果 或许早早的相遇 抵不过乔小的相知 缘分早就在不经意间 安排妥当 看起来 好像是乔没有办法 爱上老李 但实际上 是老李无法恰当地爱上乔 他从不懂 如何支持乔 想要成为作家的理想 他也不懂 一个女孩要如何经历曲折 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